老妹妹, 出來吃糖水吧 今晚有什麼糖水吃? 關廚糖水 吃完會放屁的, 你… 我會命 大哥, 金句子涼 怎麼搞的?這樣對大哥的? 六千元 大哥, 有什麼猶新阿勤的? 什麼?阿勤只有五千元 怎麼搞的?你們 大哥的卡片, 剃圖是假的 開心 看著助理經理, 怎麼可以這麼低的工資? 什麼?那有很多人 自己的卡片四月董事長 又不是只有三千元一月? 這個是大哥, 怎麼也不得? 那倒是對, 既然是大哥, 一家人 一家人哪有家人呢? 其實多少錢工資 我一向都沒所謂 大家都是親兄弟嘛 聽到沒有? 不過有一件事, 我真的要跟你們說清楚 什麼事? 我們已經決定了 我會叫三哥回家住 不是吧? 大家是親兄弟 我怎麼可以看著他在外面流淋浪蕩呢 相見好同住難 我們相見不好同住就艱難了 況且我們的房子又不是大 回來住哪裡? 家裡無緣無故多一個外人很不習慣 三哥不是外人 我現在跟你們說 現在不是要你們給意見 而是通知你們, 我已經決定了 我要三哥回家住, 一家團聚 我們肯定好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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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給我? 好, 力動過一地坊回來 哥哥, 等等 過來, 老實說 你經常拖著交給走來走去幹嘛? 你藏屍嗎? 不是, 契哥, 屍是屍, 不過屍物 屍物?屍物不是更糟糕? 藏屍就是拘捕你 這間屍物穿起來怎麼樣?一鑊帳? 你搬起來吧 不是, 契哥, 現在… 我去談, 我現在當然是買房租給你 馬上走 老闆, 有東西幫到你嗎? 你還記得這裡嗎? 我以前小時候經常在這裡玩 我還記得爸爸在這裡教我們騙小石子 從小到大, 你學習得特別快 爸爸教你, 你就馬上吃 我不知為何你學來學去都不曉得 所以爸爸是特別疼你 還記得媽媽每次來這裡 都買了一袋菠蘿包 再坐在後面那棵樹那裡吃 我們兄弟兄弟終於見面了 總算是還了爸爸媽媽的一個心願 我知道他們一定很想你回我們家一起住 但如果他們知道 我們根本就相處不了 他們不會勉強我 沒有, 上次吃飯的結果是怎樣 你看到的, 我也不想 其實大家都需要這些時間去適應 無論如何都好 好, 一家人應該在一起 有些事情真的不可以勉強 就像騙小石子一樣 爸爸究竟你, 你一下子也騙不起 你知不知道為何我會學生玩見石製人 自從你失蹤之後 老公, 我一直都很希望你會回來 我想和你來海灘已經玩片石製 所以我一有時間, 我就會來這裡練 不知為何呢, 我肯定覺得 只要我學會玩片石製人 我就一定有機會和你再來這裡玩 怎麼會等下一年, 等下一又一年 但我從來都沒有懷疑過 我所練的片石製會白費心思 但是, 因為我絕對相信 黃天不負有心人 我一定會等到這一天 我一定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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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畫完那幅畫之後 媽媽說那幅畫 一定要跟這家人在一起 不離不棄 當時我, 二老, 和你 都很大聲地和應 說好, 這樣 世界不同 最必有永恆的承諾 但是有永恆的親情 在外面的人 會不會跟我一起去 是死人 自己會死的 我真是會寂寞 還沒ここ 誰是天啊 你會有人想看 師爺給大家有機會去相處 只要有心, 一定可以承認 要我搬回來, 就不止我一個人 我還有很多貨 那天堂都被你擺光了, 救了沒有? 那他們呢?他們會討我嗎? 我叫他們把橫鞋歡迎你回來就行了 事先聲明, 不用只是兄弟公 你放心, 始終會血龍以水 到底大哥搞甚麼? 突然叫我們下來? 難道抹了一部六十吋的橙子 找我們幫忙搬? 你做夢, 要不需要三個人下來搬? 就算是東西, 也有送貨 難道他們那個大塊糟糕? 你看你有沒有烏鴉嘴 好, 你們三個快過來幫忙吧 還站著, 過來吧 那些紅白藍膠袋, 裡面的那幾箱東西 全部都是貨物, 全部給我搬上天台 小心點 你當我家天台是貨倉嗎? 可疑, 不要搬 二老, 你還站在那裡? 四老, 快過來幫忙 快過來 爽快點手吧 老老, 你真棒 妹妹, 你是最乖的 快跟我上去收拾那間集物貨 好 好 再見 開心 哥哥 你來了嗎?有什麼可以幫忙的? 不用了, 這些操縱的事 用一些小的做的就行了 真是好人不擅長的雜物房 也不知道這麼多東西收拾 老老, 你怎麼吵架呢? 大哥, 這箱子是我的 我的大哥, 有用的 這兩箱子, 我去美國之前 已經買了在這裡 這麼多年都沒用了, 那就真的沒用了 大哥, 樓下集物房收拾好了 我去看看 行了, 那你們倆送垃圾 搞定了, 出去吃飯了 送垃圾吧, 大哥說的 是呀, 還要快點 掃完就快點下去 回去吧, 我這櫃的東西忘記擺好 你知道, 家裡的閒執能量多了 擺好自己的藏物 是呀, 外出還記得鎖也悶了 那倒是呀, 這次我回來 就拿回失去的東西 我看了多少就拿了多少 原來房子也很窄 床的尺寸要量度很準才行 不然放到床就擺不到櫃 這麼快就搬了東西? 走開 開心姐, 別這麼說 開心, 坐吧 好, 怎麼樣?東西收拾好了嗎? 差不多了, 只差一張床 那我這張東西真的適用, 看 這間公司開倉清貨 全部貨品一折 真的時間剛剛好 有床又有櫃 全部只有一折, 真是值得爛 是呀 這間公司連年清倉都要大排長龍 不排通宵也不用買到好東西 不過要今晚一早去排才能排到頭位 那我就不行了 明天一早會去見客人 我也不行, 明天要上課 那沒辦法了 好, 明天要上課